多病男女围着圆桌开心吃饭 老板也赶紧帮忙上菜 用餐讲紧半个多小时 一群人就离开 但没想到离去前见 没有人上前付钱 加上刚好当时老板也在忙 老板事后才惊觉 被吃了霸王餐 事发在上个月 屏東东是一间小吃店 七个人来店里消费 点了许多道菜 一共820元 但一群人吃完后 拍拍屁股走人 甚至还到隔壁超商买饮料 但就是没有人去跟老板结账 老板一开始想 也许是客人忘了付钱 但是等了多天 依旧没有人前来缴钱 只好将监视器画面 PO上网 提醒吃霸王餐的客人 赶紧来付钱 否则恐怕将走上法律途径